这个是加水高水 它要完整的面积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中压性 如果有中压性的人有带铁铁铁的话 这个是调节它的温度器 要减压的时候调节它的温度器 里面有双级气缸 那么加紧 这个温度器可以直接回动了 它电源打开 这两个温度器有的温度器 这两个温度器有温度器 上个温度器的温度器有温度器 然后呢 加紧开关加紧 加紧完以后呢 这时候呢 可以把一个温度器开关打开 温度器开关打开 温度器开关打开 再加进来以后 按压法继续温度器 温度器开关 再到家里开关 中开 这个可以看一样 好 另外呢 这个是拽压鸡 这个拽压鸡头就在没有在一个层面上 拽压鸡圆 8公斤圆 8公斤圆了 这个时候呢 必要 先到 8公斤的 用鸡蛋 这样 用鸡蛋 这样的拽压鸡是压力 用高压鸡体出去了 通过低压鸡体 接上以后呢 我们里面有一个增压锅 通过增压锅增压 增到一增压力 达到30% 可以 达到20% 这个时候呢 高压鸡体出去了 这几个呢 有几个爪 这是高压鸡的表 这个是增压锅 增压锅 这个是增压锅 增压锅 里面是增压锅 增压锅 增压锅 这需要放 增压锅开关 打开的也是好 打开的也是好 增压锅开关打开的 里面增压锅开始工作 这个是调压 调压锅 就是调节 增压锅压的压力 让这个锅 工作得太慢 增压力又高 增压锅压力又高 增压锅压力又高 而且呢 它那个 广乎的流量要大一下 广乎的流量要大一下 这个呢 是限制入口压力 限制入口压力 就是低压气烟过来的压力 这个增压锅 这个增压锅 把气烟 填压了以后 调整到一些压力 让这个锅打开它 这个锅里面开始工作 这个锅锅 开花 这里面有骨铁罐 有一块打开 低压气体 增压以后 应该增到骨铁罐里面 然后增到一个压力以后 可以把这个盘慢慢的打开 把这个盘打开 这个盘打开以后呢 就是高压气体啊 就 通过 通过的那个气管 跑到咱们的一个锅压台上去了 锅压台呢 里面有个锅压锅 要做一个整个的高压气囊 做那个焦压用的高压气囊 在这里边 通过这几个划工作 就可以完成这个功能 这个呢 整个的焦压系统 降到那个鼻涕罐 降到鼻涕罐 这里边呢 有一个小鼻涕罐 有一个压气囊 然后呢 这些的焦压力 都能够使用 然后呢 这个速度才能够使用 然后呢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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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